欢迎来到三爷奶奶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五个葡萄牙都市传说 5.灵魂游行 在葡萄牙北部特别在米尼澳有一个古老的信仰 许多老年人都说死亡的灵魂在夜晚游行 另外类似的说法在西班牙及其他北部地区也很常见 虽然他们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不同 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本质 当一个人被队伍征召 该名男子或女子将在不久后死亡 这是一种出现于午夜的诅咒 这种诅咒只能被强大的女巫或命运所驱使 该队伍穿着斗篷、赤脚和手里拿着蜡烛 其中十字架蜡烛和圣水 被认为是与死亡一世最相关的三个主要物品 而倒霉的领导者通常是由被诅咒 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所担任 他不被允许转身看到后方所跟随的死者 唯一能让他摆脱这项任务的方法 就是找到别人代替他或者他死了 如果他没有找到替换他的人 他就会因为晚上的游行而生病 最终死亡 大多数人从未经过灵魂游行 但深深当灵魂游行到来 沉闷的空气中会传来蜡烛燃烧的气味 你会听见祈祷或伤葬歌曲诡异地唱着 如果你无法远远地逃开 那么保持祈祷 当他们试图交给你一个十字架或圣水时 告诉他们 你已经拥有或确保你的双手放满东西 4.玛利亚甘茶 在日本有恐怖的争执 在葡萄牙 这里有玛利亚甘茶 居然在敏尼澳地区 一些有着铁钩帮指甲的玛利亚甘茶 会将同龄的孩子拖进井里 为了防止孩子们发生危险 大人总是很严肃地告诫孩子们 关于玛利亚甘茶的传说 有一天 一个男孩独自跑到井边玩耍 他过意朝着井里丢石头 当石头搅动井水 男孩再也没有回家 隔天 当一个邻居从井里取水做饭时 男孩的尸体被发现 是玛利亚甘茶造成的吗 没有人真正相信 但即便如此 他的传说仍然继续 玛布拉宫的巨大老鼠 玛布拉宫位于葡萄牙的玛布拉 新建于诺昂伍斯统治时期 是一座巨大的巴洛克和意大利化的新古典主义宫殿 修道院 由于其规模庞大 该建筑的下水道被认为 潜伏有数以万计的吃人巨鼠 这些巨鼠 入侵了修道院的第四层下水道 居然为了避免属群向上逃窜 人们开始将一些狗 猫跟奶牛的尸体丢到下水道 甚至一些修女男流产的孩子喂养老鼠 1971年 一名步兵训练学校的士兵 摔入下水道的渠道 目击同事并没有立即向上师报告这起事故 直到事件爆发 士兵的尸体才被打扰 但很明显 尸体受到老鼠的咀嚼 后来该事件几经报道 一些情节被传奇化 居然马夫拉宫的巨大老鼠 拥有如儿童般的大小 他们会吃掉任何眼前的东西 任何东西 包括人 2. 阿瓜里福渡巢杀手 迪奥哥阿尔维斯为葡萄牙史上最恶名昭彰的杀人犯 他在1836年至1840年间杀死了数十人 他将旅行者拐骗到阿瓜里福渡巢附近 抢找旅行者身上所有的财物 将能推下升达60米的渡巢 用以装作自杀的表象 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 渡巢杀人事件终于引起警方关注 由于每次命案发生时 阿尔维斯都在附近 因此警方开始怀疑他 在几次侦查后 他无法提出不在场证明 谎言最终被警方戳破 阿尔维斯成为葡萄牙倒数第二位 被处以绞死的罪犯 当时他的犯罪行为 引起了理事本科学家们的兴趣 为了进行研究 警方将他的头切下来 并保存在一个玻璃容器中 虽然目前科学家并未对其研究成果 提出任何说法 但阿尔维斯的头颅至今能让保存完整 并在2005年 国立古代艺术博物馆 所举办的医学展览中被关上 巴塞罗斯公鸡是葡萄牙 最常见的标志之一 据传说 在葡萄牙北部 一个名叫巴塞罗斯的小镇 代表了一名偷窃白颖的 加利西亚男子 男子声称 自己只是一位前往圣地亚哥 孔德波斯拉特的朝圣者 当审判结束 该男子发现自己被判处死刑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不断挣扎 并要求在行刑前见法官一面 当男子被送往法官的厌位桌前 他红着眼睛指责 我是无辜的 如果你们将我吊死 桌上这只烤鸡就会提叫 没过多久 加利西亚男子被拖走 当他被套上绳子 法官桌上的烤鸡果然立起 然后发出诡异的叫声 这个叫声似乎让法官惊觉自己的错误 他跑到脚型架上 他发现加利西亚男子并没有死亡 因为行刑用的绳子 莫名松脱让他逃过一劫 事后 该男子被无罪释放 而巴萨罗斯公鸡在葡萄牙成为一种公正 信任和好运的象征 是葡萄牙的吉祥物和非官方的国家标志 葡萄牙人还把攻击图案广泛应用于生活和各种创作上 谢谢您的收看本集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忙按赞加分享 订阅频道 我们将持续更新 我们下回见 拜拜